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二十二回 徐凤年单独走向偏离中轴玉道的马车 马夫自然是轻衣轻袖鞋的青鸟 身怀传国玉玺的轩辕清风 他一袭紫衣侧身坐在青鸟的身后 双脚垂在马车以外 见到徐凤年如此之早的退潮 轩辕清风虽有疑惑 却也没问 一起坐入了车厢 徐凤年落座之后 他微笑道 西楚还了我一件 咱们呢 迟些时候出京 让曹先生多等生几天 顺便啊 吓唬吓唬那位不知道在哪守株带兔的寒貂子 这位儒胜不会在京城里边取回阳系 你这几天呢 抓紧时间 吸取气韵 轩辕清风一皱眉 才纳入四五分 徐凤年一笑 做人呢 要知足 能到手四五分就差不多了 过犹不及 气韵一事 神鬼莫测 万一出了差池 说到底遭罪的还是你 不是我呀 来 偷偷给我瞅瞅 我好帮你长长眼 轩辕清风 欲言又止 他冷哼一声 终归没有动静 徐凤年一头雾水 真当这枚玉玺 被你禁拦了 借钱还钱 天经地义的事啊 以往你跟我蛮横不讲理 那是我好说话 不跟你一边见识 这几年我在藏私 陈之豹比我更喊 早已经悄然入胜了 铁门官一议 陈之豹正值五道巅峰 尚且敌不过曹清一 你要是惹恼了这位西楚七代赵 耽误了他复国大业 注定没好果子 再说了 这牵扯到玉玺的 气书秤尾 你比你爹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就是门外汉 远不如我 我替你长长眼 查漏补缺 你还不满意 轩辕清风 犹豫再三 他死死的盯着徐凤年 终于慢腾腾的 伸出了千细两指 歪了歪脸庞 从脖子里边 撵出一根 穿住玉玺的红线 轻轻一提 看那胸口风景 应该是从 扬指美玉的双风之间 拎出了玉玺 徐凤年哭笑不得 心想难怪你扭扭念念 到底是在这类事情上 脸皮厚不起来的女子 徐凤年立即故作正经古板 省得他恼羞成怒 心平气和的结果 仍保留有 丝丝缕缕体温的红绳 低头凝视着 这枚西橱玉玺 轩辕清风 撇过头 捂住心口 看不清 他的容颜是恼怒啊 还是娇羞 这绳缩下的玉玺 呈现出 经营通透的圆润景象 其中又有皇子两气 急速流转 如夏季汛期的江河 如雏鸟离朝 心之所向 仍是轩辕清风 气韵外泄于玉玺 一起飘荡 渗入那轩辕清风的 七窍三丹田 徐凤年哭笑不得 抬头望向那个 仍在跟自己置气的娘们 他笑骂道 这他妈哪是四五分呢 分明已经给你 偷窃了六七分 以前说你只会败家 我真是冤枉你了 玄辕清风 如徐凤年所说 是货真价实的门外汉 得手玉玺之后啊 只是埋头吸取 玉玺蕴藏的气韵 听闻真相以后 也有些雀跃惊喜 当真有六七分 徐凤年点点头 你试着将全部气机 都倾泄出来 眨眼之间 车厢内气海浮摇 两匹马骤然停蹄 一副雷打不动的架势 徐凤年发肆漂浮不定 发出嘖嘖声 眯眼感慨道 用盗门练气势来说 便是气征云梦泽 波汉玉黄楼 摇动昆仑山 跟武当老长教的大黄亭 也差不离了 轩辕清风闭上眼睛 摊开双臂 临近宫城的泰安城一带 肉眼不可见的气机 以马车为原心 迅猛的汇聚过来 他一脸的陶嘴自然 徐凤年见手中玉玺 摇摇晃晃幅度越来越大 他沉声道 收手 打住了 轩辕清风迅速回神 收敛气机 似乎察觉到自己的举止 太过温顺 狠狠的瞪了一眼 发号逝令的徐凤年 徐凤年对他从娘胎里边 带出来的骄横刁蛮 并不以为意 也没想着 如何用心打压调脚 女子都给磨去了棱角 如青州路城燕般 个个如鹅卵石似的 圆滑事故 不论是江湖还是府邸 那得多么发味无趣 徐凤年递还给他 红绳玉玺 趁这几天呢 再吸取一分半分的 别人心不足 一口吃成胖子也不太好 尤其是女人 太胖了不好看呢 轩辕清风 安静的凝视着这个家伙 不领情道 一点都不好笑 徐凤年双手插秀 笑了笑 哼 是真的冷啊 今年入冬以后 太安城啊 的确格外的冷 徐凤年等 轩辕清风转过身 塞回玉玺 到风鸾凹陷之中 他突然问 轩辕清风 你有没有发现 你其实很有谋算天赋 别人靠脚踏实地的学问积累 和官场上的经验积累 你靠的是直觉 轩辕清风一脸的不信 你休想让我给你当北梁坏养的鹰犬 我与你做买卖 一桩是一桩 徐凤年摇摇头 别紧张 我没到积不择实的地步 只是难得心情好 所以口头上嘉奖你一次 轩辕清风一语重地 你跟京城白衣案的柳浩师挑明了 摆好了擂台 这次出京跟赵家天子那边也彻底结清 以后各凭本事公开画下道来 徐凤年笑着点了点头 庙堂之上很多事情 深深重重为幕后的布局 步步为营 资诸必较 可放到台面上 最终落在朝臣眼中 其实往往也就那么回事 很难一眼看出高明之处 徐凤年以藩王世子身份赴金官礼 明面上佩刀入殿可不贵 赵家天子无疑给了天大面子 可给了这颗甜枣之外 挤的棍子打下来 可都结结实实的敲在了北梁头上 破格提拔晋兰亭为国子监又记久 高的理学大家姚白峰入京任职 提升了北梁都户陈之报为兵部上述 凌周牧严杰西更是一举成为当朝最为殊荣显赫的皇亲国戚 这正大光明的四大棍子 可都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敲在了徐凤年的身上 他徐凤年怎能不介事大闹一场 看上去是怄气行径 可未尝不是徐凤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极力安稳北梁铁骑的军心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马车缓缓回到夏马奎医馆 府如刘文豹已经跟一个老叫花子无异 依旧在龙爪怀下苦苦等候 等北梁世子给他一个施展报复的机会 此时啊正蹲着啃一个冰冷生硬的馒头 虽说医师柱行那一块吃了苦头 但看他精气神还不错 这些个人下人之人呢 大多如此 只要有盯点盼头可以去期待 就可以表现出惊人的韧性 这与心气有关 刘文豹无疑是口气极大 心气更大的那一类人物 徐凤年下车以后 仍是正眼都没给一个 邪视一眼都欠缝 寻常自视腹中才学 掏略不出他人的读书人呢 早就转头别家民主去了 不过刘文豹一声坎坷 傲骨犹载 寒窗苦读圣贤书读出的傲气 也几乎全部消散 自然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毅力 不过准确说来呀 咬定身旁徐家怀树不松嘴 似乎更合适一些 看到徐凤年要静止走入驿馆 刘文豹小跑过来轻声说道 徐公子啊 有人找你 是个姓李的小姑娘 也不进驿馆 只是与我闲聊 她等了半天呢 结果熬不住饿 这会儿啊 去买吃食去了 徐凤年闻听恶然 他是不是说家住在一座寺里 寺是他家的呀 刘文豹可着劲的点头 对对对对 小姑娘 科业有趣 我正纳闷呢 还有女子住在寺院里 徐凤年这次是真心的心情大好 对刘文豹说 你去驿馆里找个暖和的地方 童子梁问起呀 就说是我让你住下 不成想这老书生不知好歹 他摇了摇头 刘文豹吃得住口 不在乎这一两天的 这么多年都蹭过来了 想着以后啊 苦尽甘来才大 徐凤年也不在意 与五十几岁都没有成家立业的老儒生客气 全员清风已经直截了当进了驿馆 就让青鸟先进去 自己单独留在门口迎接李子姑娘 这刘文豹小心翼翼的好奇问 公子为何这么快就退潮 徐凤年半针半假刀 差点跟顾剑堂动手 给赶回来了 刘文豹择舌不敢再问 远处 那个立志要做行侠仗义江湖女侠的少女 蹦蹦跳跳往下马魁驿馆这边跳着方格 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徐凤年住在下马魁 自觉历经千千万苦 翻山越岭跑来了 这份江湖儿女才能有的行径 那实在是没二话了 他这趟出门啊 倒也带了几张银票 可都叮嘱奔南北去逢人便送礼了 没想着如何购置衣裳脂粉 身上只有一些可怜的碎银子铜钱 今天破天荒的起了个大早 火急火燎的就赶来下马魁外边 大清早都忘了天保肚子 给冻得浑身直哆嗦 终于懊不过这肚子打鼓 就买了一体白馒头 就因为这八九个馒头 对泰安城的印象糟糕到几点 太贵了 当年跟徐凤年要是在京城行走江湖 是有八九早给饿死的 狠狠的咬着一个在家里山下 能买好几个的昂贵馒头 小姑娘蹦跳着 向艺馆慢慢的推 远远的看到一个熟悉身影 可瞧那人一身白 白头白衣白鞋子 怎么跟雪人似的 就有些不确定 不会是徐凤年吧 都说礼旅之人才会尽相情窃 可下马魁也不是他家乡 只不过因为他就不蹦跳了 慢慢挪步子向那颗龙爪老怀走了过去 走近了 认清了那张朝思暮想的脸蛋 小姑娘愣在当场 嘴里边还咬了一口馒头 愣愣的看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男子 过不得女侠风范和淑女礼 转身就跑 手里的馒头丢了一地 刘温包一脸的飞意所色 合着这小姑娘是给身边的世子殿下给吓傻了 徐凤年忍俊不禁 走过去捡起不算太脏的馒头 都捧在怀里 小姑娘跑出去一段路程 又跑回来 梨花待遇 徐凤年 你是要死了吗 我爹本事大 我回去跟他说 你等着 你一定要等我 然后他又转身打算跑路 徐凤年腾出一只手 按住他小脑袋 把他拧转过身来 死不了 我这觉着出门在外 想要引人注目 得见走偏锋啊 就染成了白头发 小姑娘性格天真浪漫 却不笨呢 他可气坏了 你骗我 徐凤年把一个馒头塞到他嘴里 自己也吊了一个 含糊不清的说 你家的南北盒呢 李子姑娘拿着馒头抽气道 奔南北 去宫里边等着面胜了 要跟那个什么青丝宰相 还有什么白莲先生吵架 徐凤年伸手帮他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小女侠的小脸蛋啊 冻得两坨通红 十分滑稽可爱 徐凤年没有妹妹 一直啊 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看着他温柔笑道 好不容易见了面 就跟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也不怕被南北笑话 李子姑娘闷闷不乐道 他那么笨 我都不笑话他 徐凤年牵起他的冰凉小手 走向下马盔 人生一大喜 他乡欲固之 徐凤年转头抬起 轻轻望去 有人来时入江湖 意气风发 去时出江湖 问心无愧 徐凤年转过头 低头看了眼小姑娘 他平静道 可惜呀 温华没机会跟咱们一起行走江湖了 为啥呀 他练剑还是那么没出息 还是跨了柄木剑 大出息了 不过呀 他不练剑了 不在京城吗 那他去哪了呀 我在找啊 温华都不等我 不仗义 以后被我见到 骂死他 好 要是我先找到那小子 连你那份一起骂咯 却说 官里封王的第二天 泰安城海纳百川 对于一个背负着陶木剑的年轻道人入城啊 城门教委假释都不曾上心 龙虎山道士便经常入京画幅社教 京城百姓也见过不少天使府上与天子同姓的皇子贵人 城门这边唯一刮目相看的是这位素朴道士 既不是出自道教祖庭龙虎山 也不是寻常动天福地的真人弟子 而是来自数百年来名声不显的武当山 天下道士蝴蝶统侠于掌管天下道士的羽衣青相赵丹霞 唯独这座武当山是例外 这让城门卫士放行后忍不住多瞧了几眼 也没瞧出如何真人不露相啊 只当是寻常身份的道人 熬不住武当的清规戒律来京城走中南洁净来了 这名道士入城以后 问了夏马奎驿馆的方位 步行而往 不小心绕了远路 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才看到驿馆外头的龙爪怀 对守门义族通报了身份 言说武当山礼玉府求见北梁世子徐凤年 义族不敢耽搁 一头雾水的赶往后院禀告 仅靠两条腿从武当山走到京城的礼玉府啊 也没道人风范 坐在驿馆外的台阶上稍作休息 按照玉柱封心法 轻轻的吐纳 那老儒生刘文豹瞥了一眼呢 也就没再去理睬 徐凤年正在后院跟李子姑娘啊 堆地扒作雪人 听多童子梁的禀告之后 皱着眉走到门口 这礼玉府起身打了个起手 略显拘谨 徐凤年眉头舒展 温言笑道 哎哎哎 李长教 我可当不起你如此大礼啊 武当山礼玉府 既修成大黄亭的王重楼 旅足转世红喜相后 又一位武当长教 结果这礼玉府啊 似乎比这徐凤年还紧张万分 连客套寒暄的言语啊 也没憋出口 有些个脸红 不像是个武当众望所归的大真人 反而是像建筑了英俊男子的小姑娘 这让徐凤年深陷云里雾里 只觉得莫名其妙啊 他几次上山 除去骑牛的年轻师叔组和一些顽劣小道童 也就只见过脾气极好的王重楼 和神徒一箭示威的王小平 甚至啊 没见过一面李玉府 谈不上过节恩怨 都说红喜相对此人抱以厚望 怎的就这一般的腼腆内秀啊 徐凤年暗下心中的好奇 领着李玉府往后院走去 之所以开始不喜 是怕那雪上加霜的最坏结果 担心这李玉府象征的武当山 进京面胜围照着天子招揽入囊中 北梁内部被朝廷东一廊头 西一棒子挖了太多墙角 若是再加上一个武当山 可真就是让人恨不得破罐子破摔了 再者有一点至关重要 武当山对徐凤年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寄托 大姐徐直虎当年在那遇上了奇牛的胆小鬼 他也曾在那练刀 受过王长教一份天大恩惠 在那儿啊 还有一块不知是否已经荒芜的菜谱 和注定已经消散无影宗的大羹角士沙铁 若是武当山判处北梁 就算北梁可以忍 徐凤年也独独不能忍了 话说徐凤年进了院子 对正拿着木炭点睛雪人的小姑娘的笑道 李子 给武当新长教搬条凳子来 小姑娘赶忙伸手在雪人身上擦了擦探计 去屋里边搬了条凳子出来 李玉甫仍是矜持害羞道 殿下 小刀站着说话就可以了 徐凤年认认真真的打量他一眼 率先坐在本就摆在屋外檐下的藤椅上 你怎么跟红喜相半点都不像啊 那家伙脸皮比你厚了几百重云楼啊 李玉甫犹豫一下 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坐在凳子上 正今微坐目不斜视 两条藤椅一条凳子 徐凤年居中 轩辕清风躺在他左手边的椅子上 气息全无如同死人一般 徐凤年呢也不急于询问隐情 躺下之后只是柔声笑道 我跟你小师叔那是老交情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还欠我好些禁书没还 总骗我说你大师叔陈瑶给通通书缴了去 泥牛入海了 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 也不知为何呀 每次见着他就来气 手脚啊就有些管不住 他也喜欢嚷嚷打人不打脸 踢人不踢卵 也不知道啊他从哪听回来的这些个江湖的俗语 李玉甫偷偷的抹了一把汗 这大冬天的这位年轻道士身边竟是雾矮争腾 如海外仙山一般的玄妙光景 让见多识广的李子姑娘都目瞪口呆 忍不住啊多看了几眼 徐凤年摇起藤椅闭上眼睛 老掌教真是好人哪 我这辈子见过一些上了年纪的道士 真正像神仙的 还真就只有王掌教 挺温情的氛围 可惜被轩辕清风一声冷哼 给弄得烟消云散 李玉甫本就提心吊胆 此时更是被吓得咽了一口舍底金叶 修道如入金山 能捡回多少金子呀 得看天赋根骨积远 李玉甫天父为师父于兴瑞相助 这才被号称玉柱封内力第一人的于兴瑞 从东海带到武当山 根骨秉姓一事 上山以后更是被所有师叔师伯们看好 至于机缘如何 便是陈瑶宋之命等人都不敢妄自揣度 只有一人留下了八字称语 武当当兴 兴在玉甫 李玉甫其实胆子不小 可他这辈子最崇拜敬畏的便是那位曾经 仙人齐鹤 剑斩气韵的小师叔 打心眼里都是无以附加的佩服 而上山以后 方方面面老老小小说的都是掌教师叔跟那位北梁世子是如何命理相克 几位师伯也都说过小师叔的的确确经常挨揍 怕北梁世子怕的没边了 小师叔明明都已经是修为如九天高了 这让此生所作所为都是追赶小师叔的李玉甫如何不能心怀忌惮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